我们回答一下这个不是有关过股的问题 这个是Kanis 他说现在的市况 他说股票和现金持有比例 你觉得怎样才是合理呢? 他说其实他手上有些股票的 但正在亏钱的 应不应该坚持呢? 那我简单看你的股份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市况刚才说 其实整个市场气氛 其实真的比较差一点 美股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你问题是港股的气氛就是 你始终内地政策实在太频密了 有一个出手的狠度太狠 我想市场是想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真的适而把现金比例提高 可能以往市好景的时候 现金比例是一两成 但是现在我不排除 可能有些去到两成流上 甚至去到三成 基本上现金比例会提高 钱也开始排到一些所谓叫做money market 就是在这些资本市场里面 因为其实你看到 无论你悲观点看 就是市况波动 乐观点看的话 不妨留多些弹药 准备那个 如果那个市况逆转 可以有钱买货 就是买低 买低一点的货 就是八截出售 那挺好 所以 特加事端 是的 适而把现金比例提高一点 去到什么水平 你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比例 或者舒服的比例 其实就是看你买什么股份 比如你买美股的话 可能现在会比较进水 但是如果你处于集中广告市场 我想现在你可能是 收持现金可能是两成 三成 可能会好一点 当然你说很稳定 去到五成流上 其实你就在投资 你怕钱 怕收息 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如果你做得到投资的话 你其实去到 现在说到两三成都很高 所以大概是两成左右